第4317集 而在这个时候 天空震荡 有一块石碑 过空浮现而出 那是晋天榜的榜单石碑 缺陷石碑之上 还在第三的万尘峰 名字彻底被抹去 新的名字登临上去 是夜市天三个字 万尘峰最后 虽然是被夏玄盛杀死的 但归根结底 是夜晨亲手击败 所以这份战绩 自然是归属于他 排到晋天榜第三 夜晨只觉冥冥之中 自己的气愿又有了提升 恭喜殿主 登临晋天榜第三 夏玄盛满脸欣喜 向夜晨道贺 这次战斗 夜晨击身晋天榜第三 他也亲手报了复仇 可谓皆大欢喜 别高兴太早 敌人还没清理干净 夜晨眼睛微眯 凝望着天空中的石碑 在夜市天三个字上面 是西玄天的名字 西玄天 进天榜排名第二 压过夜晨一头 几次清道 要去找西玄天报仇吗 夜晨握了握拳道 既然要复仇 那自然是要彻底 这个西玄天 可不能放过了 天机捕捉之下 夜晨也窥见了 天西古族的道场 天西古族 远在石树万里之遥 在一个叫天西岛的地方 那天西岛 正是天西古族的道场 西玄天 则是天西岛上 最璀璨的明珠 是耀眼的圣子 百家境七层天 这份实力堪称恐怖 即便是如今的夜晨 面对此等高手 都感到万分的棘手 但阴阳神殿的仇恨 绝对要学习 否则被阴霾笼罩 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 今日他登临 进天榜第三 气势正是旺盛 正是向西玄天 复仇的大好时机 那西玄天 可是百家境七层天呢 济思卿有些担忧 殿主 不如我们先回去 慢慢从长计议 毕竟这个西玄天 实力比万臣风还要可怕 夏玄圣也是充满忧色 除了表面的修为之外 西玄天的背景底蕴 也比万臣风可怕许多 这个西玄天 乃是天西古族的圣子 而天西古族 连母祖无天都要忌惮 十数万年来 始终无法消灭 天西古族 传承自旧日 年代实在太过久远 渊源深厚 积累丰富 如果去天西岛 找西玄天复仇 只怕是九死一生 无妨 我去会会那个西玄天 你们可以先回去 叶辰摆了摆手 虽然敌人强大 但阴阳神殿的仇恨 不可不报 他不会退缩 他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绝对的信心 就算打不过西玄天 但要全身而退 那也是轻而易举 没人能够拦得住他 不 我要跟你一起 吉思青挽着叶辰的手臂 他决意从北蒙祖地里出来 就决定与叶辰同身共死 哪里都不会去 殿主 既然你真要去天西岛 那我也一起去吧 夏玄圣目光凝重 现在他是阴阳神殿 第二重的长教 复仇之事 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很好 那我们便去天西岛一趟 叶辰微微一笑 随后施染八卦天丹树 易容改装 隐匿气息 天西古族 毕竟是上古大族 贸然踏入他们的地界 自然要小心谨慎 叶辰几思青 夏玄圣三人 全部易容改装 隐藏身份 伪装成普通人的模样 随后三人遇风飞行 往天西岛飞去 天西岛在破须岛的北径方向 两地相隔十几万里 叶辰三人飞了两天时间 终于抵达 只是飞行 并没有用撕裂虚空的手段 主要是为了节省体力 在与万尘峰的战斗里 叶辰消耗着实不小 而经过这两天飞行休息 叶辰的状态 已经似乎恢复到了巅峰 三人抵达天西古族的地界 却见黑暗近海上空 高天之上 悬浮着一座 无比辽阔的岛屿 修筑着一座座 华丽的宫殿楼宇 极尽土木之盛 金光环绕着全岛 锐气千条 气象无比辉煌 这就是天西岛吗 叶辰眼睛微眯 看着上空的巨大岛屿 却见岛上有许许多多的舞者 还有很多行商 人声鼎沸 非常的热闹 天西古族在此繁衍十数万年 族裔与旁支的人口数量 族有数千万之多 声势鼎盛 而除了本族的人外 天西岛上还有很多外地的舞者和商人 天西岛地界森严 但并不是完全封闭 只要缴纳一笔足够丰厚的供奉 便可登岛 天西岛上的灵气非常丰沛 所以外界也有不少舞者 听闻消息后 缴纳供奉登岛 只为在岛上修炼 增进修为 还有许多商人 也想登岛贸易 故此 整个天西岛呈现出一片繁华的景象 走 我们去看看 叶辰带着夏全盛 几思青 御风往天西岛飞去 他们还是一种改装的状态 并没有暴露身份 靠近天西岛的入口 便有两个镇守者出来 拦截住了三人 站住 什么人 报上身份 外地犹商 想来天西岛做点生意 一辰也从容地回答 那两个镇守者 微微点头 也没有深究细察 因为天西岛背后 是天西古族在掌管 连旧日盟都不敢闹事 他们根本不怕 有外人敢来捣乱 登岛需要交纳供奉 最近圣子在淬炼天地玄黄塔 急需大量法宝为材料 你们每人缴纳一件太上神器 便可登岛 那两个镇守者便向叶辰等人 索要供奉 需要缴纳太上神器 叶辰面容微微抽动一下 太上神器价值不菲 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啊 太上级别的神器 可以说是法宝的极致 其中以三十三天神器最为珍贵 当然 这两个镇守者所要的 并非三十三天神器这么离谱 只是需要普通的太上神器 但即便如此 那也是狮子大开口啊 我们没有太上神器 可以用丹药代替吗 叶辰缓声道 那两个镇守者道 那要看看丹药的品质 叶辰心中一动 暗暗催动黄泉图 利用黄泉圣水炼制出上百万的大元丹 他现在道法精深 炼丹时不着痕迹 那两个镇守者根本没有察觉 这些丹药行吗 叶辰丢出大量丹药 都是用黄泉圣水淬炼过的 品相极价 那两个镇守者见到了 顿时大喜 收下丹药道 可以可以 你们进去吧 叶辰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便带着几丝青 夏玄圣 正式登岛 终于登上天西岛 叶辰只觉得 阵阵磅礴的灵气呼啸而来 连呼吸一口 都有种被洗涤的感觉 非常的畅快 这天西岛上 天地灵气比外界充沛了百倍 甚至凝聚成了烟霞雾碍 在天地间飘荡 寝人心脾 瑰丽壮观 叶辰眼睛微眯 却见在远方 处理着一座巨大的雕像 有许多人在供奉膜拜着 我们过去看看 叶辰也不知那西玄天在哪里 打算见步行步 当下 叶辰与己司卿 夏玄圣三人 往那巨大的雕像走去 那雕像是一个身穿地袍的男子 充满了威严 守执着战剑 一副开疆吐吐的雄魂气势 天蝎谷地 不知他死了没有 这个时候 叶辰听到轮回墓地里 传出了荒老的声音 荒老看着那巨大雕像 似乎也有些怀念 荒老 这雕像是谁啊 叶辰颇为好奇地问道 荒老思绪飘扬 许久之后才到 便是天西古族的祖师爷 称号天西古地 是远古时代的巨拨 我当年曾与他交过手 足足花了千招 才将他击败 也不知他还有没有活着 叶辰愣了愣 却没想到 荒老曾与天西古族的祖师爷 战斗过 那我现在 是要祭拜一下这天西古地 叶辰看向四周 发现有许多舞者 都在供奉祭拜的雕像 荒老打了一个喝钱 慵懒道 随便你 不过我劝你 还是滚远点 我总感觉 这雕像有古怪 叶辰一愣 有什么古怪 荒老笑了一笑道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雕像似乎有一个作用 那就是 能感知登岛人的仇恨 如果有人图谋不轨 雕像立即 就会爆发异象 文言 一臣面色一变 说道 怎么不早说呢 他与几次卿夏全盛 对天西古族都有恨意 想找圣子西玄天报仇 如果荒老说的是真的 那他肯定是要暴露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叶辰抬头一看 果然看到那雕像的眼睛 闪起一阵诡异的光芒 这突兀闪烁的光芒 让得在场所有祭拜者 皆是大惊 怎么回事 难道有敌来犯 是谁敢图谋不轨 众人惊恶不已 却见那雕像 眼睛的红光骤然射出 最后落在了夏全盛身上 夏全盛呆了一带 立即感知到自己仇恨暴露 已经为天西古族发泄 而除了他之外 叶辰和几次卿都没有暴露 那雕像的妖艺红光 并没有射向他们两人 糟了 叶辰看到夏全盛暴露 顿时脸色一变 他和几次卿没有暴露 想来是轮回血脉的效果 没有被雕像察觉 但夏全盛没有轮回血脉的庇护 恨意彻底暴露了 全场人的目光 急刷刷地落在夏全盛的身上 有人大声呼喊 这人是奸戏 雕像附近巡逻强者 察觉到异样 纷纷拔住刀剑 快步急奔而来 将夏全盛团团围住 夏全盛脸色一沉 手掌按着刀柄 叶辰与几次卿相视一眼 皆是震恶 没想到会有如此变故 幸好周围人多 他们混在人群中也没有暴露 只有夏全盛暴露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